行政法 考点整理 二 行政组织法 命题大纲 行政组织法 一 行政组织之太阳 二 行政机关之管辖 三 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四 公务员概念之确定 五 公务员之法律关系 六 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七 公务员之责任 今天我们来探讨行政法考点中的第二部分行政组织法 首先讲到行政组织之太阳 行政组织之太阳有 行政组织概念区分与行政组织之结构区分 在行政组织概念可分为 统治组织及非统治组织 法人组织及非法人组织 公法组织及司法组织三种 行政组织之结构可区分 行政主体 行政机关 公营事业 营造物四样 统治组织与非统治组织 系以是否行使统治权为分类标准 国家及各级地方自治团体属于前者 行政组织乃依附于各级统治组织 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 以是否具有法律上人格为标准 前者具有法律上之人格 得成为权力义务之主体 也就是拥有权力能力 后者则不具有法律上之人格 不得成为权力义务之主体 亦为拥有权力能力 依我国制度 法人资格之取得有三种途径 一 直接基于法律或法规之规定者 如农田水利会 二 需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 如财团法人或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 三 经主管机关登记取得 如公司 银行及合作社等盈利社团法人 公法组织与司法组织 系组织具已设立之准具法 及其依据组织目标所从事之活动性质为区分标准 各级统治组织原则上均为公法组织 行政主体 所谓行政主体 一般分为广辖二义 辖义之行政主体系 指行政法上享有权力 负担义务 具有一定职权且得设置行政机关 并借此实现受托付之行政任务之组织体 而为通说及实务上所财任之广义的行政主体 乃至公法上之独立组织体 有特定职权的设立机关或制备人员 以达成其任务者均属之 其所以为最重要的行政组织基本构造 乃是因为只有行政主体 才能成为行政法上的权力义务归属主体 类型 一 国家 二 公法人 三 公权力受托人 四 司法组织之行政主体 行政机关 代表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或其他行政主体 表示一丝从事公共事务 具有单独法定地位之组织 而所谓具有单独法定地位在学理上细致 一 独立之组织 以及因具有单独之预算 编制 组织法规以及硬性 二 具有特定之管辖权 公营事业机构 公营事业 一 定义 由各级政府设置或控有过半数股份 以从事活动为目的之组织体 二 形态 一 政府独资经营之事业 二 各级政府合营之事业 三 以事业组织特别法之规定 由政府与人民合营之事业 四 一 公司法之规定 由政府与人民合资经营 而政府资本超过50%以上之事业 三 由国家设置或控股者 称国营事业 由地方自治团体设置或控股者 称市营 县 市 营事业 四 通常采公司之组织形态 但亦有商号或类似之门事部者 五 虽然义附有行政目的 但其行为属于私经济范畴 原则上应受司法规范 但在现行法制之下 其财务审计 仍是行政人受行政法规基数 营造五 定义行政主体为达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 将人与物作功能上之结合 以制定法规作为组织之 依据所设置之组织体 与公众或特定人间发生法律上之利用关系 如 公立学校 医院 博物馆 图书馆 接着探讨行政机关之管辖 行政机关之管辖的意义 一 行政机关依法规 行政程序法等之规定 所具有之权限 二 一方面为处理行政事务之权利 另方面为对属于本身任务范围之事项 有于以处理之职责 三 管辖之划分与变动应以法规 各该机关组织法及其他行政法规 为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任意为之 行政机关之管辖的分类则可分为 一 事务管辖 按事务 务之类别 划分管辖权之归属 A 个别管辖 行政机关仅管辖单一事项 获得加以列举之有限事项 B 一般管辖 行政机关之管辖事项 无法加以列举 权限来自概括条款之规定 C 总体管辖 在一地地域范围内 除化归其他行政主体或机关掌管之事项外 其余一切事务均有权管辖 2 土地管辖 只事务管辖所涵盖之地理范围 通常为一国之行政区化 3 对人管辖 依权力所及之人而定机关之权限 4 层级管辖 同一种类之事务 分属不同层级之机关管辖 在管辖变动方面为 1 管辖恒定原则 行政机关之权限系以法规为依据 不许任意设定或变更 尤其不许当事人协议变动机关之管辖权 2 例外 A 委任或委办有隶属关系机关兼管辖权之变动 上级机关将特定事项委由下级机关 或自制行政机关办理 B 委托 无隶属关系机关兼管辖权之变动 及假机关委托以机关办理 原属假机关之事务 C 干预 介入 代行处理上级机关直接行使 原属下级机关之权限 D 变更 应法规变更 含机关裁测 或基于事实上原因而产生管辖权变动 E 移转 管辖之 以转指管辖权之临时性或个案的变动 与机关权限之结构上的变动不同 3 管辖变动以往均一行政惯例处理 所受法规限制较小 行政程序法施行后 应受该法之拘束 4 机关内部权限变更之形态 A 代理 A 法定代理 公文程式条例上称代行 B 指定代理 B 授权 另谈到管辖争议 管辖竞合 权限冲突 1 分类 A 积极冲突 积极竞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对同一事件均认为有管辖权 B 消极冲突 消极竞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对同一事件均认为无权限而不行使管辖权 2 解决方式 A 优先原则 受理在先之机关管辖 适用于积极冲突 B 协商解决 不能分受理先后者 由各该机关协商之 C 指定管辖 A 协商不成或有统一管辖之必要时 由共同上级机关指定管辖 B 无共同上级机关时 由各该上级机关协议 然后分别指定管辖 C 申请事件之当事人 亦得向共同上级机关 及各该上级机关请求指定管辖 A 由司法机关解决 关于中央与省或省县之间之权限争议 依宪法应由立法院解决之 实务上则分别由地方议会依法申请大法官 事件是自527 553号 再来有关职务协助部分 1 定义 行政机关未达成其任务 请求另一行政机关在后者权限范围内 给予必要之协助 而未变更或以转事件管辖权 2 原因 A 基于法律之规定 B 基于事实之需要 C 基于时间与经费考虑 3 机关兼非服从关系 无上下隶属关系 任有正当理由或禁止事由 不能协助时得拒绝之 4 除紧急外 以书面请求 5 所需费用有请求机关负担 第三部分谈到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首先有关地方制度 地方自治团体 系指某一地区之人民依据国家之授权 在国家之间都下自定规章 自组机关 以管地方公共事务之公法人 依地方制度法 第2条第1款规定 系指依该法实施地方自治 据公法人地位之团体 地方自治机关 又称自治机关 系指使地方自治职权 半自治事项之地方机关 有其自治职权 顾各自有财政收入 设有立法机关 以表达其意思能力 设有执行机关 以表现其行为能力 接着有关地方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 地方划分为直辖市 划分为县市 县划分为乡 镇县辖市 直辖市及市均划分为区 乡以内支边组为村 镇县辖市及区以内支边组为里 村里以内支边组为零 设定条件 直辖市 人口拒居达125万人以上 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及都会区域发展上 有特殊需要之地区得设直辖市 依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之依改制之直辖市 其区之政区域 应依相关法规定整并之 准直辖市 县人口拒居达200万人以上 未改制为直辖市前 于地方制度法第34、54、55、62、66、67条 及其他法官于直辖市之规定 准用之 市 人口拒居达50万人以上 未满125万人 且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 地位重要之地区 得设市 县辖市 人口拒居达15万人以上 未满50万人 且工商发达、自治裁员充裕 交通及公共设施 完全之地区 得设县辖市 二、行政组织法 三、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地方自治法规 一、意义、系指直辖市、县、市、乡、镇、市 就其自治事项或依法及上级法规之授权 所制定之自治规则 二、种类 一、地方制度法第25条前段 自治条例 一、直辖市、县、市、乡、镇、市 得就其自治事项或依法律及上级法规之授权 制定自治法规 自治法规经地方立法机关通过 并由各该行政机关公布者 称自治条例 二、地方制度法第28条 有关事项以自治条例定之 三、自治条例得定定行政法 但罚还以新台币10万元为限 且需经行政院及中央主管机关 核定发布及承报上级机关被查 地方制度法26 二、地方制度法25后段 自治规则 自治法规由地方行政机关订定 并发布或下达者 称自治规则 再来第四部分有关公务员概念之确定 公务员之概念 学理上之概念 经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任用 与其发生公法上职务及中时关系之人员 一、公务员需经任用程序 一、中央机关公务员由本机关或上级机关任命 地方机关公务员则由各该机关任命 唯一现实作业程序 高职等之主管人员人由上级机关任命 二、公务员之任命均应送由全序机关审定其资格 二、公务员与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 发生公法上之职务关系 一、公务员所执行者为职务 非经济性职之工作 目的非换取酬劳 而系取得与身份相当之生活照顾 二、在行政机关服务但不具有公法上职务关系者 一、契约雇佣之约聘雇人员 担任体力劳动性职之既工和工人等 均与公务员有别 三、公务员需付中时之义务 履行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赋予之职责时 应尽其所能采取一切有利于国家之行为 避免一切不利于国家之行为 遵守宪法建立之基本秩序 维护公义 为人民谋求福利 保持政治中立 不可罢工 法律上之概念 一、国家赔偿法 二、本法所称公务员者 为依法令从事于公务之人员 最广泛定义 二、公务员服务法 二十四 一、本法于授有奉几支文武职公务员 及其他公营事业机关服务人员 均适用之 二、定义公务员为授有奉几支任命人员 契约聘任、行政机关约聘雇人员 公立学校教师均非公务员 三、公教人员保险法 二 一、本保险制保险对象包括下列人员 一、法定机关编制内支有几专任人员 二、公立学校编制内支有几专任交职员 三、依私立学校法规定 办妥财团法人登记 并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 核准立案之私立学校编制内支有几专任交职员 二、定义公务员为法定机关编制内有几专任人员 并包括公立学校交职员 四、公务人员任用法师行系则二 一、本法所称公务人员 指各机关组织法规中 除政务人员及民选人员外 定有职称机关等、职等之人员 前项所称各机关、指下列之机关、学校及机构 一、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 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 三、各级民意机关 四、各级公立学校 五、公营事业机构 六、交通事业机构 七、其他依法组织之机关 最严格定义 二、定义公务员为常业文官 不包括政务人员、名义代表 五行法师 一、称公务员者 为下列人员 一、依法令服务于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所属机关 而具有法定职务权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从事于公共事务 而具有法定职务权限者 二、受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所属机关 依法委托 从事与委托机关权限 有关之公共事务者 二、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法后 已排除公营事业服务人员 公立医院医师职员等 无法定职权者 第五部分有关公务员之法律关系 公务员之法律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 特征 一、权力因素 公务员与司法上之契约关系不同 违反职务上义务 不能以违背契约示之 而是违反纪律之罪行 二、志愿因素 公务员与依法附有隶属义务之人民不同 一、志愿产生之特别权力关系 义务性之内容加重许多 种类 一、公法上之勤务关系 例如公务员关系 二、公法上营造物利用关系 例如学生与学校关系 三、公法上特别监督关系 例如国家与特许企业 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 第六部分有关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一、依据法规范 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组织法 85年1月26日 公务人员保障法 92年5月28日 二、机构 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 考试院设置 简称保训会 三、适用对象 法定机关依法任用之有几专任人员及公立学校编制内依法任用之职员 但不包括政务人员及民选公职人员 公务人员保障法 三、四、保障范围 公务人员身份、工作条件、官职等级、奉纪、管理措施等有关权益事项 公务人员保障法 二、二、行政组织法 六、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五、救济途径 一、复审 公务人员对于服务机关或人事主管机关所为行政处分 认为违法或不当 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 或公务人员因缘处分机关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 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为作为 认为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 所提出之复审 公务人员保障法 二十五、二十六 二、申诉 再申诉 公务人员对于服务机关所提供之工作条件 及所为之管理认为不当者 所提起之申诉及再申诉 公务员之保障与救济 六、救济途径之差异 一、适用范围不同 一、得提起附审者 A、限职人员 B、以离职人员基于原公务人员身份之请求权遭受损害者 C、公务人员亡固后其倚族身前基于公务人员身份所失之工法上财产请求权 如辅恤经请求权遭受侵害者 二、得提起申诉者 不包含遗族 A、限职人员 B、以离职人员基于原公务人员身份之请求权遭受损害者 二、不服之客体不同 一、复审 不服之客体乃行政处分 二、申诉 不服之客体乃服务机关所提供之工作条件及所为之管理 及行政处分以外对机关内部生肖之表意行为或事实行为 包含 A、职务命令 B、内部措施 C、纪律守则 三、处理之程序不同 一、受理机关 A、复审、考试院保训会 B、申诉、原服务机关 C、再申诉、考试院保训会 二、处理程序 A、复审、考试院保训会 复审、己与夕院无疑 B、申诉、案件性直上属非正规之法律救济事件 服务机关仅需以含附方式 一、一般公文程式制作 终结 C、再申诉 保训会应制作再申诉决定书 其格式保障法有明文规定 认为有调除之可能者 得为调除 调除成立时 所作成之调除书 具有再申诉决定书同等之效力 A、申诉成立 申诉有理由 V、申诉不成立 申诉无理由 C、不予处理 申诉不合规定 4、决定之效力不同 1、复审 具有与夕院决定相同之效力 故确定后 有居数各关系机关之效力 且其性直上亦属行政处分之一种 故行政处分应有之效力也同等具备 2、在申诉 非对具体权利 义务关系所作之裁决 性直上亦谨属行政内部行为 各关系机关虽易受其拘束 但不能与行政处分之存序力 确定力、执行力及确认效力相比 5、能否救济不同 1、复审 相当于复院程序 不符复院决定之救济途径 亦适用于复审 故复审人得于决定输送达之次日起 2个月内 依法向行政法院请求救济 公务人员保障法7-12 2、申诉 得提起在申诉 但之后则已无征送途径 申诉人不得声名不服 最后第七部分有关公务员之责任 公务员之责任 1、法律依据 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 除依法律受惩戒外 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 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 并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宪法24 2、行政责任 1、公务员违反法规所定之义务 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2、惩戒处分与考基处分 惩处之区别 1、法规依据 A、惩戒处分 公务员惩戒法 B、考基处分 公务人员考基法及其他相关法规 2、处分机关 A、惩戒处分 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但久职等或相当于久职等以下公务员之既过于申戒 得竟由主管长官行之 公务员惩戒法9 B、考基处分 公务员服务之机关为之 3、处分是由 A、惩戒处分 违法、废持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 B、考基处分 法律未明文规定 实际上包括一切违法或失职之行为 此与惩戒无实际差异 B、一次纪两大过或年终考基丁等之标准 新修正公务人员考基法6 实予以明定 4、处分种类 A、惩戒处分 仅有彻职与申戒者适用于政务官 A、彻职 并停止任用至少一年 B、休职 至少半年 C、降级 一线职奉几降一级或二级改序 D、减奉 减阅奉10%或20% 其间为半年以上一年以下 E、继过 二年内不得进序 一年继过三次者降一级改序 F、申戒 以书面为之 B、考基处分 政务官无考基 故惩处对其军不适用 A、免职 继大过二次 B、继大过 C、继过 D、申戒 3、明示责任 E、定义 公务员执行职务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 所发生之损害赔偿责任 2、分类 1、公务员从事私经济行政行为 其所发生的一切法律效果 均有民法适用 因分别情形 适用法人与职员关系 民法28 或雇用人与受雇人之关系 民法188 由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付连带赔偿责任 2、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利之行为 为国家赔偿法规范之范围 民法锁定公务员个人之赔偿责任 民法186 因国家赔偿制度之建立而不适用 4、刑事责任 1、公务员之行为 违反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制裁之责任 2、公务员之刑事责任 与一般人民原则上并无不同 3、例外情形 1、阻阙违法 公务员依所属上及公务员命令之职务上行为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明知命令违法者 不在此限 刑法21 2、职务犯 因公务员身份而成立之犯罪行为 例如贪污罪 独职罪 3、准职务犯 犯罪之成立与公务员身份无关 一般人民均可能触犯之罪名 而公务员为之者 特加重刑罚 刑法134